好,各位学员们大家好 下面呢,他开始跟着我来继续学习的是第13章了 税收征管法 从这一章一直到下一章 这两章呢,基本上就是单选多选题了 这两章呢,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先听 把基础班里面听完了 知道重点和难点都是哪些 然后临考之前,大家再刷刷题就可以了 应该说最后的两章就没什么东西了 重点我们在前面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 大家在学第13章税收征管法的时候 这一章也是呢,简单的告诉大家 这一章呢,性价比特别低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不全是征管法的内容 还有杂七杂八的其他一些政策性的规定 都包含在这第13章了 内容非常多,但是呢,分值并不高 分值也就那么三四分 所以呢,大家不要投入太多 基本上就是以题代看书就可以了 所以下面我们还是分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考型分析 不是作为重点章 而且注意这一章跟其他的18个税种不一样 这一章属于程序法 它就不属于实体法了 我们前面学的18个实体税种都是属于实体法 这一章呢,是程序法 但是它的法律层次非常高 它是属于法律 人大所制定的法律 它的层次是非常高的 这一章呢,应该说是程序性的东西 偶尔在我们的综合体当中 会结合实体税种考在主观体里面 就其中的疑问 比如说针对增值税也好 针对起税所的税也好 它在缴纳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个违反了税法规定的 这样按照征管法的规定 如何给予实施处罚 纳税人自己如果逃税了 欠税了,如何处罚 扣脚义务人没有履行 代扣代脚义务的情况下 如何处罚 这个如何处罚 基本上都在程序法里规定 所以偶尔会出 所以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没有把它作为重点的章 这一章本身呢 内容太多了 一共是九节 杂七杂八什么都有 但实际上它的重点的节 集中在二三五七八 这几节 就是大家在看书做题的时候 重点围绕着这几节来看 其他的大家就读一遍 然后直接做题就可以 但是它的题量呢并不高 只有三到四题 所以内容特别多 但实际上考题呢 单选多选为主 偶尔可能会出在综合题里 也就是作为其中的疑问 所以它的分值呢 基本上就是在三分左右 所以性价比特别的低 我就建议大家啊 看到这一章的主要的这个特点 大家就别投入太多 就是在领考之前 把它快速的读一下 基本的重点把握好了 然后该记就记 突击就刷题 在刷题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记一些答案 把那个答案那些个东西 大家记清楚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一章的考勤分析啊 这一章从教材的本身变化来讲 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个别的一些字啊 一些个调整 但是对考试基本上 没有任何影响 老学员 您就按部就班的 跟去年一样 有基础了 您今年直接就刷题 把题尽可能刷够了 刷的要广泛一点 广刷题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一章 基本上就这意思 应该说呢 这一章相当于叫 大海里捞针的 应该说你就是这个三四分 你也未必能拿满分 为什么 因为它容易考在 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您就是再怎么做题 恐怕也很难覆盖到全部 所以丢分很正常 但是丢顶多 也就是丢个一两分 所以无关大碍 所以别投入太多 就可以了 因为你使了白猎的 投入太多 你最多也就拿个三四分 你呢 简单的刷刷题 压上两道题了 你呢 可能也就丢丢个一两分 所以你自己觉得 这性价比 自己分清楚了 就可以了 好吗 好这一点 那我们下面 就重点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一章的考点 内容挺多的 听什么 大部分都是需要大家理解 然后有个别的地方 大家通过做题 好好强化一下 记忆就可以了 好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首先看第一节 非常简单 就是盖书 这一节呢 学征管法 主要是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征管法的适用范围 学的时候很简单 一定要清楚 不是所有的税 都适用征管法 只顺于税务机关 征收的各种税 不顺于海关征收的税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屁股清楚 好吗 好第二个就是 这个征管法本身遵守的主体是谁 其实它就主要规范的主体是谁 谁都应该遵守这个征管法的规定 就这一意思 好吗 好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这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征管法的适用范围 记住一句话 凡是由第一个最关键词 由税务机关 第二征收的各种税 关键词 这个都是用征管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从征收机关本身来讲 凡是由海关征收的各种税 虽然也叫税 不适用征管法的范围 征收的依关税 传播敦税 还有代征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因为都是由海关代征 这个不适用征管法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所以首先第一点 大家要清楚 从征收的机关本身来讲 它只适用于税务机关 不适用于海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不是说所有的都适用 由税务机关 哪怕是征收的 但不是税 是一些费 比如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不适用征管法的规定 好了 这就是一道小选择题 大家选好就可以了 第一句话 只适用于税务机关 不适用于海关 第二 适用于税务机关 征收的各种税 不适用于费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这里面 唯一可能要记的地方 就是把关税 敦税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消费税 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不适用 剩下都适用 再把两个附加费 不要适用 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考点 非常简单 就把他的适用范围 选择题 拿分了 第二个就是 税收征管法里规范的主体 是谁 首先第一个是征税主体 就是税务机关 这是作为征税主体 他也要遵守 税收征管法的规定 对不对 好 那么纳税主体 相对人是谁 就是我们的纳税人 扣脚义务人 还有有关单位 这不主要指的是 纳税主体吗 这不就税收法律关系的 两大主体吗 其次还有一些单位和部门 包括地方的政府在内的 有关单位和部门 他要协助这个税务机关 来办理各种税务 所以他也要遵守征管法的规定 好了 这三大主体 大家能清楚 选择题选一选 这就可以了 OK 这指第一节 所以我没有把它作为重点 就两个小问题 大家基本上能清楚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一节 没问题 好 进入到下面的第二节 我们开始 从二三四五 就是从第二节 一直到第五节 其实真正的征管法 就是这四节的内容 就征管法 征管法 主要指的是什么 其实主要是围绕着 这四节 主要围绕着 税务机关的四大权限 来展开讲的 知道吗 赋予税务机关 主要的权限是什么呢 它就是实行 一 实施税务管理 实施税务管理 这其实是赋予税务机关的最主要一个权利 实施税务管理 税务登记呀 账簿凭证啊 报税呀 就实施这一块 第二块 大家看就是税款征收 征税是赋予税务机关最主要的一项权利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大家看 赋予税务机关叫税务检查 它富有检查权吗 这就是我们第一章给大家介绍的 对不对 最后实施税务什么 处罚 它有处罚权 其实啊 真正的税收征管法里主要概括的内容是这四大项 也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 这是围绕着征管法里最主要规范的一些 基本性的一些原则和内容 其次从第六节开始 那实际上都不是征管法的内容 都是一些个具体的一些个规章制度 然后把它纳入进去了 所以整个的征管法 我们学完一定要清楚 主要围绕着是四大内容 好吗 这个先清楚 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展开来讲 首先看它的第一个职能就是税务管理 那么学到这一节的时候 再进一步展开 税务管理管什么 就是管三大块 我们下面的重点就围绕着三大块 相关内容清楚 第一个是实施税务登记 实施办理税务登记 开业了 变更了 停业了 注销啊 都得办税务登记 所以税务登记的管理是我们的重中之中 第二个是有关账簿凭证应该管理 因为有关完税的一些凭证啊 会计资料啊 都都必须要实施保存 第三个呢 就是如何来进行报税 纳税申报的管理 所以说学完了征管法 首先第一点规范的是税务管理 那税务管理管什么呀 管三项 管登记 管账簿凭证 管纳税申报 所以在这三个当中里的重中之重在哪 在税务登记管理上 好吗 好了 下面我们就展开来给大家说 第一个最重点地方 就在税务登记管理 再进一步的把税务登记的管理再展开 大家学完一定要清楚 什么情况下要办税务登记呀 你开张 你设立企业的时候 你不仅要拿工商登记办理 你还要办税务登记 所以你设立时要办税务登记 等到你登记的这些事项发生变更了呢 还得办理变更登记 我中间要停业了呢 我没法办理办税呢 你得办理停业登记 然后你注销呢 注销呢 公司不存在了 你得要办理注销的税务登记 所以这个税务登记管理是围绕着企业全过程 从一开始设立到变更到停业到注销 都应该办税务登记 这就是税务登记管理具体的内容 咱们就跟拨冲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拨 清楚了吗 好 那么在这整个税务登记中的重点在哪 还就是在设立登记和注销 就一个设一个关 一个开一个关 如何来办理税务登记 首先大方向清楚 咱们实际工作中应该知道 设立登记的最大特点是 应该是先工商 后税务 看出来了吗 你得先到工商局拿照 拿完了照以后 再去办税务登记 注销呢 正好相反 我关了 我这公司不干了 一定是先税务 先完税 然后后工商 您看 这是程序 正好相反 你把税该交都交了 人家工商局一看 你不欠税的 这种情况下 才能办理注销 注销你营业执招 所以这个大方向先清楚了 然后我们下面就继续来展开 重点我们就在这两个问题上 好吗 好 我们先看 如果企业开判子 新设立的企业 你得要办设立税务登记 那么所有的纳税人 都需要办设立登记 办税务登记吗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关于涉及到纳税人 什么样的纳税人 虽然富有纳税义务 但是不需要办税务登记 什么样的纳税人 得需要办税务登记 好吗 这是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 这个主体是谁 我们看一下 一企业 二注意企业关键词 在外地设的分支机构 在外地设的分公司 就是设立在外地的分支机构 和经营场所 这个需要 你在同一地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同一地你只要总公司有营业执照 就可以了 第三呢 是个体工商户 你拿营业执照啊 所以得办税务登记 第四个 看好了吗 厨师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 都应该要办理税务登记 所以看完就明白了 哪样的纳税人 是必须要办税务登记的 四类 四类 大家选择题 选择好了 这就可以了 大家看好这四类 你只要从事生产经营 你需要拿营业执照的 你就必须得办税务登记 相反 哪些不需要办税务登记的 一 国家机关 不需要 二 纯自然人 注意啊 这里说的个人 一定是指纯自然人 第三个是 没有固定的场所 流动性的农村的小商贩 他们就临时来了 来到城里面卖点蔬菜 卖点猪肉就完了 这三类 纳税人 虽然也富有纳税义务 但是 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 人家说了 除这三类之外 其他的纳税人 也应该办理税务登记 所以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 和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 都清楚了吗 这就是第一个选择题 哪些应该办 哪些不应该办 所以把这个不应该办的 大家只要记住了 剩下的都应该办 你只要从事生产经营 你就得需要拿照 你拿了照 就必须得办税务登记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设立登记里面 登记的纳税人 主体是谁 适用的主体 大家清楚就可以 OK 就完成了 第三 富有扣缴义务的扣缴义务人 国家机关例外 也应该按照规定 办理扣缴税款的登记 也要办理 代扣代缴的税款登记 不光是纳税人 还有扣缴义务人 好了 这就是税务登记的主体 哪些需要办 哪些不需要办 可以了吗 好了 这是第一点 主体 需要办的情况下 把征绩的时间和地点 大家清楚了 单选题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你一定得先拿照 拿完照之后的多少天 三十天内 到你的生产经营所在地 办理税务登记 时间地点清楚了吗 时间是先工商 先工商 先工商 后税务 记住这个顺序 拿到执照的多少天 三十天 地点 记住了 在哪 你在哪经营 就在你的经营地 办理税务登记 OK 可以了吗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从事生产经的纳税人 要是没有办执照 但是经有关部门 已经批准你设立的 这个时候 就从批准设立的三十天内 到你的经营地 去办理税务登记 这是说 不需要办营业执照 但是经有关部门批准 你也算设立了 就从批准设立之期三十天 时间地点都清楚了吗 需要拿照的 拿到照后的三十天 不需要拿照批准设立的三十天 去办登记 好 这就是登记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 没有办理营业执照 也没有经有关部门批准 您好家伙就从事经营了 这样的话 从你纳税一五发生之日起 三十天内 到你的经营地 办理税务登记 又没有拿照 又没有经有关部门 好 您就开张了 其实上相当于您是无照经营 但是该交税得交税 第四 有独立的经营权 财务上也是独立核算 定期的向发包人 出租人 上交承包费或租金的 就是承包承租的 应该是在合同签订后的三十天内 到你承包的这个业务发生地 办理税务登记 OK 其实大家只要是理解了 都是三十天 您记住了 好吗 就把这三十天 但是三十天从什么时间开始算 大家把这个起算时间一定得清楚 好 这就是一个 这是第四 第五种 境外的企业在我们境内承包一些工程 提供劳务 就从合同或者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天 到哪儿 当然在项目所在地办理 因为这家外国企业在中国可能也没有设常设机构 但是它在中国从事承包工程 所以就从这项目合同一签好以后的三十天 好 第六 除了这些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之外 其他的纳税人不也得办吗 都应该从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天内 到你义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好了 一共是六种情况 这六个看完就明白了 等于在办理开业税务登记时 都应该是多少天 三十天 无非这三十天是根据你不同的情况 然后来决定三十天 是从签合同开始三十天 还是从拿到营业执照以后的三十天 还是从你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天 大家能对号入座就OK了 这就是办理税务登记的时间和地点 好吗 好 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时间 已经办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 就从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天内 到登记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税款的扣缴登记 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扣缴义务人 就从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天内 到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办税务登记的是到登记地税务机关 不需要办税务登记的 在你自己本身的机构所在地都是三十天 好了 就把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大家记住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整个的开业登记 也就叫设立登记 所以你这个设立登记的时间地点 主要适用的主体是谁 这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用备它 好吗 就把这三十天大家只要记住了 然后顺序大家清楚 理解了 大家选择题自然就会选 这是所谓税务登记 登记的第一种情况 叫设立要登记 好吗 第二个大家看是要变更时要登记 这个变更的时候 就是你登记的那些事项 发生变化都应该办变更登记 比如说你经营场所呀 你的法定代表人变化了 实名办税人变了 这都得办变更登记 好吗 好 变更登记的特点 也应该顺序是先工商后税务 注意这个顺序也是这么一个顺序 你需要先在市场监管部门 先办变更登记 工商登记 然后从办完了工商变更登记后的三十天内 再到税务局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还是三十天 但如果你不需要是在市场监管部门 办理变更的 你就从发生变化之日期三十天 到你原税务登记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这不就可以了吗 地点都一样 只是它的三十天的起点不一样 需要办工商变更的 办完工商变更后的三十天 不需要办工商变更的 就从你发生变化的三十天 好 这就是变更登记 大家明白 重点的第三个就是 不办了 这企业注销税务登记 到注销的时候 往往顺序就相反了 应该是先税务后工商了 哎 这大方向就正好相反了 解散了 撤销了 破产了 这种情况下 应该在向监管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前 注意 简称就是办工商注销之前 得先到原税务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看出来了吗 这时就正好顺序相反 先得办税务 再办工商 再办工商 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的 就从批准或宣告终止之日起 多少天 15天内 到税务机关办理注销 所以它跟设立和变更不一样地方 这还不是30天了 大家别记混了 是15天注销登记 好了 这就是注销 把这顺序一定要弄清楚了 这就可以了 第三点 被市场监管部门是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被有关部门给撤销的 就从执照被吊销 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 15天内 到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所以你发现呢 设立跟变更时都是30天 注销时就变成多少天 对15天 找规律就行 找规律 好 境外的企业在境内承包建筑安装 就是搞承包项目的 应该在项目完工 离开中国前15天之内 到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离开中国前的15天 都是15天 好了 这就是注销登记 就这么简单 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 一定是先向税务局提交一些个证据 证明材料 节清你的税款 多退的 还是免的 还是交质纳金的 然后缴销发票 税务登记证和其他 经税务机核准后 才能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所以大家看出来 你这个企业如果还欠着税了 这时你想办注销登记 门都没有 先把该交的税都欠的 都赌的 都交罚款的 都动齐了 人家给你开税务的万税凭证 开完了才能到市场监管局 办理注销登记 看出来了吗 好了 这就OK了 所以我们现在好多一些个企业 之所以说他也想注销 但是呢他又不敢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企业纳税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他好多偷税漏税欠税的 所以他只要一办注销 他这些税都得要给补上 所以因为这个 所以他也不敢 他就不去办注销 就在那挂着 因为办注销 因为办注销工商登记之前 你必须要先把税 必须要了结清楚 好吧 好了 这就可以了 对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 走简易注销的纳税人 因为我们现在在工商这一块 这个注销的时候 可以允许走简易注销 因为现在办公司是进门容易 出门比较难 所以为了简化这个注销程序 所以工商部门搞了一套 简易注销的程序 只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免于到税务机关 办理清税证明 直接就向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了 看出来了 这个简易注销的程序 主要是免了这个清税证明了 就可以不用到税务机关 办清税证明了 适用在什么情形 这儿大家作为一道选择题 大家要清楚 好吗 第一 根本从来就开张以后 没办过任何涉税事项的 就一直零申报零申报 一直就没办涉税事项的 办理过涉税事宜 但是从来也没领发票的 就从来没在市务局领过发票 没开过票 也没有欠税以及罚款的 就很干净 什么都没有 也从来没有涉税过 也从来没有什么领用过发票 也不欠税的 这时候主动到税务机关 办理清税 资料齐全的 事务局马上就给你开具 资料不齐的 就可以采取承诺制 容缺办理 在做出承诺后 它就立即给你出 注意这里面的承诺制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资料不齐的情况下 你只要答应 规定 比如说我一星期内就可以把这些 您要的材料给您递交上去 这时税务机关就可以立即给你出 这就叫简易快捷嘛 来办理 好 适用在这两种情形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免于到税务机关 办清税证明 直接你就可以到工商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 就可以了 好了吗 好了 这是两种情形之一 大家选择提看好 凡是经法院宣告破产的这些纳税人 拿着法院的破产裁定书 就可以到税务机关申请 诉销税务 税务机关马上就可以出具 就OK了 为什么 他连欠税他都还不上了 他已经破产了 那就完了 好了 立即出 这就是三种情形 可以办理什么 免于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的三种 这是按照规定走检疫注销程序的 第一个就是从来没办过涉税事项的 第二是办过涉税事项 但是也从来没领过发票 也不欠税的 不欠罚款的 第三个呢 就是已经是破产的 好了吗 好 三种 大家清楚啊 接着 像市场监管部门不是走检疫注销 就是一般注销的 税务局在办理税务注销时 对于没处于事物检查状态的 也不欠税的 已经缴销了专用发票和税控设备 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 采取承诺制的容缺办理 也就是在办理注销时 哪怕资料不全 但只要他做出承诺之后 就能立即出具清税证明 所以这个就是实行容缺制的 是走一般注销 但是也可以立即办理清税证明 第一个 信用级别一定是A级和B级 不能是C级的 或D级的 控股的这个母公司 信用级别是A级的 M级的纳税人 他本身是M级的注销 但是他的控股母公司是A级的 可以 没问题 这句话看好了吗 本身是M级 就是新开办的企业 那么他的控股的母公司是A级的 允许容缺办理 第三个是政府引进的人才 省级以上的行业协会认定的 领军人才创办的企业 领军人才 记住了引进的人才 开办的企业允许容缺办理 没有纳入到信用级别评价的 定期定额征税的个体工商户 这个因为没有信用参加信用评价嘛 个体工商户可以 没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 他根本就不需要交增值税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中缺办理 好了 这个多选题 大家在领考之前好好选一下 这就可以了 纳税人应该按照承诺的期限 补齐这些资料 如果你不在规定的期限内 补齐的注意 又会把你的法定代表人 财务负责人会纳入到地级管理 相当于就打进黑名单了 所以你既然签了承诺书了 一定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 把资料补齐 不然就给你打入黑名单 好了 这些实行承诺制的容缺办理 就容许你在办理税务注销的时候 资料不齐 情况下税务局就给你开清税证明 但是必须要在规定期限内 把这资料补齐 哪些情形 大家好好看一下 记记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一点 第八个 处在非正常状态的纳税人 在办理税务注销前 一定得先解除这个非正常状态 补办了申报手续之后才能办 才能办理 好了 这就是办理注销的 它的整个要求 所以很简单 大家也不需要背什么东西 好吗 主要是跟设立跟变更的区别 就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时 往往是15天 往往是15天 然后再记住了 走简易注销的程序的 免于到税务机关办清税证明的三种情况 还有办理一般注销程序的话 可以实行容缺办理的是哪些情形 好了 选择题选一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整个的登记 这里面的设立 变更 注销 没问题吧 好 第四个是中间可能会停业 然后再恢复营业 你看尤其我们疫情期间 对于实行定期定额来征收的个体户 如果需要停业的 应该在停业前就得向税务局办理停业登记 在这个停业之前先办 先申请办理停业登记 停业的期限是不能超过一年 大家记住这一年就行了 在你恢复经营之前 也得先向税务机关办理副业登记 如实填写一个副业停业的报告书 所以不管你是停业还是副业 都应该先得到税务机关先去办理登记去 清楚了吗 好了这就可以了 把这个停业期限一年 大家清楚就可以 好了 所以尤其是恢复营业了 知道吗 一定要及时到税务机关去办理副业的登记 好这就是停业副业 第五个是纳入到非正常户的管理 我们现在经常纳税人被纳入到非正常户 非正常户的话 已经办理登记的纳税人 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去报税的 先依法责令你限期改正 如果预期还不改的 税务局就按照征管法的规定来处理了 所以你必须要按期报税 不能够预期 那么富有申报义务的 但连续三个月 所有的税中都没有进行纳税申报的 流转税了小税种了所得税都没有报 这时候征管系统自动会把你认定为非正常户 并且停止你领用发票和使用发票了 所以这里面大家就明白了 等于纳入非正常户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连续三个月 所有的税种都没有进行纳税申报 你哪怕不交你也得零审报 你连零审报你都不报 这时候系统自动就把你认定为非正常户 把这三个月大家记住 连续三个月 所有税种都不申报的 纳入到非正常户 好 非正常户你看 对于欠税的非正常户 税务局按照征管法的规定 要追征税款并且加收支纳金 因为你欠税了 已经认定为非正常户了 预期没有申报的行为 不仅接受处罚交罚款并且要补办 而且系统自动 这个时候解除非正常状态 无需你专门申请解除 清楚了吗 言外之意先给你纳入到非正常户 纳入完之后赶紧 该补税的补税 该交罚款的制纳金的 该交 你这些都交完了 你不用特意到税务机关那申请 哎呦你把非正常户给我解锁吧 不用你只要把税整个一交了 现在系统自动就给你解锁了 不用去单独去申请 好这个是非正常户 所以咱们工作当中啊 有一些企业难免可能在报税上出了差缩 可能给纳入到非正常户了 这很正常 那么一旦纳入非正常户 怎么办赶紧纠正 纠正完了 它自动就给你解锁了 好 这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的税务管理当中的第一部分 税务登记管理到此结束了 税务登记里包含着设立要登记 设立登记里最关键地方两个点 什么样的主体需要办 什么样的主体不需要办税务登记 把范围清楚 然后把时间30天 大家记住 这就第一点啊 变更登记时就记住30天就可以了 注销的时候一定要顺序是15天把时间看好 一定是先办理完税 再去东商办理注销登记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免于到税务机关能够办清税证明 什么情况下 可以实行容缺制的办理 大家明白 好了 这就是第一点啊 第二个是账簿凭证的管理 这是税务管理中的第二部分 账簿凭证里主要是把期限 大家记住 把时间记住时间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设账簿的时间 设账簿的期限 单选题 大家记清楚了 从事生产经的纳税人 从领到执照或发生纳税义务期15天 从事生产经的 扣缴义务人应该是在扣缴义务发生的10天内 设代扣代缴账帐簿 所以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俩一定要区分开来 一个15天 一个10天 大家记住了 好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大家做会计都知道 你在办理了税务登记之后 要把会计处理的这些个制度和方法都必须要报给谁 要税务机关要报备 所以你会计制度备案的时间 应该是在领取了税务登记证之日期 多少天 15天之内到税务机关那去办报备 报备的时间15天 大家记住了 就是办完了税务登记 现在都不用领税务登记证了 就办完了税务登记后的15天去报备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 大家看好 看完我们练一道题 从事生产经的纳税人 要在一定期限之内 将你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体的会计处理的办法 报送给税务机关报备 这个期限应该是什么时间 是领取登记后的15天 30天 60天 180 看完就明白了 应该在多少天 对 我刚才说了 15天之内 第三个是设税资料的保管期限 你的账簿啊 记账评证 完税评证 发票等等 记住了 保存多长时间 10年 记住了 好了 这就是账簿评证的管理 三个时间 设账簿的时间 到税务局报备的时间 保存的时间 三个时间 大家记记就可以了 第四个是有关发票的管理 第一个是领购问题 领购 需要领发票的 应该拿着税务登记证 经办人的身份证 然后去领税务机关领购发票 税务机关在五个工作日内 就可以发给发票领购部 其实啊 大家看 随着发票的完全的电子化了 我们马上不是现在全电发票 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吗 随着全电发票 如果实行以后 带来的最大变化 因为它完全数字化了 这样的话 还需要办理领购发票的手续吗 随之就没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 你今年没考过 明年在征管法里面 这一张估计就开始增加 全电发票的有关规定了 全电发票的全面实行 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发票 第一个变化在哪 不需要领了 你用多少都可以 而且开业就可以开票 没有这些问题了 没有这些问题了 清楚了吗 我们现在得要开业以后 得到税务机关去领发票 然后根据你申请的票种 然后税务机关来卖你发票 以后没有这问题 全电发票实行以后 这个问题就迎人 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好 这就是领购的第一点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 可以凭着双方之间 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 经办人的身份证 直接到经营地去申请 代开就可以了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 你就到税务局代开 按照规定应该缴税款的 税务局应该先征税 再开发票 所以你到税务局代开发票 一定是把税该扣的扣完了 才能给你开发票 临时到本地以外 到外地从事经营活动的 要凭着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证明 到经营地去领购经营地的发票 对不对 你北京的公司 然后你到湖北了 这样的话 你在湖北从事经营的话 你不得当地领发票吗 这是领购的问题 好了 看看就可以 对于外省来到本辖区 从事经营活动 也想领发票的 税务机关在卖它发票时 可以要求它提供保证人 或者让它提供缴纳 不超过一万元的保证金 并且限期缴销发票 也就把这一万元 大家记记就可以了 按期缴销发票的 解除保证人的担保义务 退你这一万保证金 不按期缴销发票的 这个时候 要有保证人承担法律责任 好 这就是缴销发票问题 这是发票的领购 这个大家今年也就是 大概看看就可以了 我估计不会考了 因为未来全面推行 全电发票了 全面电子化的 数字化的 全电发票一实行以后 就没有这领购发票问题了 就没有了 不需要领购问题了 也不需要和给你 核定票种这些问题了 都没了 一切都是数字化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开具和保管问题 普票的开具和管理 要注意以下几点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 收取款项的 收款方应该向付款方开 特殊情况下 付款方给收款方开具发票 这大家做会计都知道吧 我是付款的这一方 我还得给你开发票 这不就农产品收购吗 对于这种农产品的收购 你看最大的特点 就是收购方 我是付款方 我要付给农民这个价款 我不仅给农民价款 我得给农民开发票 正常情况 应该是收款方给付款方开 但是特殊情况下 是由付款方给收款方开 这很正常 第一点 所有的单位 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 在买东西的时候 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 取得发票的话 是不能够请求 变更品名和金额 买的是什么东西 就写什么东西 不然它就叫变明须开 对不对 好了 你本来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这个礼品 然后你非让开成办公用品 这是不允许的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 不能作为财务上的报销凭证 任何人都可以拒收 开具发票 要按照规定的实现 顺序栏目 一次性的开 要加改发票的专用账 很简单 好了 这些看看就行 任何单位个人 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的行为 哪些是叫虚开发票 给他人 给自己 开具的 跟实际业务 完全不符的发票 让他人 给自己开 跟业务不符的发票 介绍他人 开具跟实际业务不符的发票 给他人开 给自己开 让别人给自己开 介绍他人开 反正都是跟你实际业务不符的 一律叫虚开发票 好了 这来一个小选择题 大家选一选 这就可以了 接着 安装税空设备的单位个人 必须要使用税空设备 来开出发票 所以你不安装税空设备 现在都开不出发票来 对不对 好 而且要向主管部门 报送你发票 开具的数据 记住了 随着全电发票 开具以后 就不用安装税空设备了 完了 省了这笔钱 所以全电发票 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变化 不需要领了 不需要安装税空设备了 我们的整个 综服平台 就变成了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了 你将来开票 直接就通过 电子发票平台 直接就开出来了 这些都会变化 使用非税空设备 开发票的 要把非税空设备 使用的软件 必须要报给税务机关 报备 这些随着我们 全电发票的实行 就完了 消失了 好吗 好 任何单位个人 按照发票规定 使用 不得有下列行为 这些作为选择体 会认就行 不得转介转让 介绍他人转让发票 不能转介转让发票 知道或应当知道 是私自印制的 伪造变造的这些发票 而受让 开具存放携带 没法 拆本使用的 扩大发票 使用范围的 其他的凭证代替发票 这些大概看看就可以了 总之都是违法行为 了解一下 好 除非特殊情形外 发票限于领购单位 和个人在哪用 注意 现在的发票 不能跨省 仅限于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内开具 不能跨省开具 好 这点知道就可以了 除非特殊情形外 任何单位个人 不能跨规定使用的区域 来携带邮寄运输 空白发票 禁止携带邮寄运输 空白发票出入境 那随着以后 全店发票就没这问题 就没有这些 携带邮寄的问题了 完全就数字化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开发票的单位个人 要建立发票使用的 登记制度 设立发票的登记簿 定期向税务机关报告 也就是说 我们征管法 目前规定的这些 还是停留在 我们是以什么 以票来控税的 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下一步 就应该从 以票控税的阶段 又上升一步 变成了 以数来控税了 不是拿票来制税了 我们现在完全 还是要凭发票来控税的 以后是拿数 完全数字化 完全电子化 完全智能化 所以这种数表现为 一 数字化 完全变成数字化 给每一个纳税人 建立一个税务的数字账户 税务上的数字账户 这样的话来进行纳税 第二个就是 完全电子化 第三个 完全智能化 未来大家要感受到了 尤其我们财务人员 一切都是拿数据说话 这叫以数控税 所以票就已经完全淡化了 好吗 好 所以实现以数字税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票实行全面电子化 所以实行全电发票 这就是实行以数字税最重要的基础一步 好了 这大家清楚就行 开发票的单位个人 应该在办理变更注销 同时办理这个发票的变更缴销手续 开发票的个人 按照税务机关规定 存放保管发票 不能擅自回损 已经开具的发票存跟联登记簿 应该保存五年 这大家要注意 记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整个的会计的账簿凭证 保存那个十年的 一定要区分开来 所有的账簿凭证完税资料 保存的是十年 只有发票的存跟联登记簿是保存五年 好了 这大家清楚 然后这是第二个发票的开具 第三个发票的检查 大家了解一下 税务机关有权检查下面情况 印制领购开具保管缴销情况 调出发票的查验 查阅复制有关的凭证 向各方询问有些情况 这个没什么 看看就完了 这就是检查 在查处发票案件中 对于相关的情况 可以记录录音录像 这是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利 好 这就是有关发票 下面去强调的是 定增值税电子普票的推广和应用 电子普票的开票方 售票方需要纸质的 可以自行打印下来 法律效力完全跟普通的发票是一致的 我们原来实行的是电子普票 看见了吗 其实电子普票最终还是没有脱离税空设备 没有完全实现的是这个数字化 它是半数字化 半数字化 明白吗 下一步我们就完全实现全面数字化 好 这个大家清楚就完 然后呢 简单知道 现在都是网上来开票 网络发票里面要注意的 税务机关根据开发票的纳税人的经营情况 核定它在线开具发票的种类 类别 开具的限额等等 因为现在电商平台非常多呀 开发票的纳税人需要变更发票核定内容的 要到税务机提出书面申请才能与变更 这是第一点 开发票的纳税人 首先要登录网络发票的开票管理系统 如实完整的填写相关的内容 这样的话 确认保存以后打印出发票 开发票的纳税人在线开具发票时 应该经系统自动保存数据后 就完成了它的确认和查验 所以以后全电发票非常简单了 只要在电子发票平台上一开出来了 从开到查验到确认到底扣一步就完成了 非常方便 好 那我们单位个人取得这样的网络发票后 要及时查验发票的真实性 完整性 不符合规定的 不能作为报销凭证 有权拒收 好了 了解一下就行 开票的单位个人需要开红票的 必须收回原来的所有发票的连资 这样的话 重新开出复数的红字网络发票 凡是作废的网络发票先收回全部连资 然后注明作废 注明之后在系统里面要做作废处理 凡是应该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 这时候网络系统的用户同时要办理注销变更的手续 并且缴销空白发票 好了 这些大家读一读就行了 税务局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 可以按照总局的规定 委托其他单位 通过这个系统代开网络发票 凡是委托其他的单位代开的时候 一定要跟受托的单位 必须签协议 要明确好代开的种类内容和相关责任 所以网络发票也允许代开 也允许可以代开 开发票的单位个人必须如实在线的来开具发票 不能利用网络发票转接转让虚开 其实它跟一般的发票是一样的 好 最后一点记住 因为你网络开票 免不了计算机电脑会出现故障 当网络出现故障 无法在线开具时 允许吉亚可以离线开 但是不得改动开票信息 而且要保证在48小时之内要上传 把这儿大家记住 凡是离线开的 一定要保证在48小时之内赶紧上传上去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个发票的管理 所以总之 今年就把发票这一块简单看一看 因为未来随着全电发票实行之后 全面电子化了 这些东西就完了 说白就完成了退出历史舞台了 它的管理一定会发生变化 好了 然后关于税控管理也是一样的 随着全电发票之后 都不需要安装税控设备了 所以这个征管法里的规定 显然以后就过时了 你不能安装税控设备 或者擅自安装的情况下 都由税务级责令改正 轻的2000以下 重的2000到1万的罚款 这就可以了 好吗 好了 这就是呢 税务管理的第二块 是账簿凭证的管理 没变的地方主要是在前面 设账簿的期限 向税务机关报备的期限 然后保存的期限 就把这三点看了 至于说发票这一块的管理 能看多少 看多少 看不了就算了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二块 第三个是纳税申报的管理 第一个申报的对象 就是谁需要办理纳税申报 除了纳税人 还有扣脚义务人 还有在纳税期内 哪怕没有应该交的税款 零申报的人 也必须得报 享受减免税待遇期间的 纳税人也得要报 哪怕你免税不用交税 你也得报 特别注意这两点 千万别漏了 这就可以了 你要是连续三个月 所有的税你都不报的话 就给你纳入到非正常户了 必须得报税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对象 申报的方式 大家看 直接报 优记报 数据电文形式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好了 这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大部分 全都是实行 网上申报 就这块 数据电文了 网上申报 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一点 看完了 我们练练这道题 下列申报方式中 符合征管法规定的 直接申报 网上申报 优记申报 但绝对没有口头申报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先进了 准确答案ABC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第二 第三 关于延期申报 因为有特殊情况 不能按期申报的 记住 一定要经线 线 把这儿称入 事务局核准 可以延期申报 但是 在规定期限内 要向事务局提出 书面的申请 经过事务局核准了 在延期核准期限内办理 凡是经核准延期 办理申报的 应该在纳税期内 按照实际缴纳的税款 先预缴税款 然后在核准延期内 办理纳税结算